经查,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,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,彻底丧失党性原则,毫无四个意识,背离两个维护,政治野心极度膨胀,政治品行极为卑劣,投机钻营,利令致昏,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。 参加孙力军政治团伙,拉帮结派,结党营私,在重大问题上弄虚作假,欺瞒中央,危害党的集中统一。 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,长期结交多名政治骗子,造成恶劣影响,长期违规领用和携带枪支,形成严重安全隐患。 对计法毫无敬畏,执法犯法,训私枉法,善权专断,自意妄为,造成严重恶劣政治后果。 长期搞迷信活动,对抗组织审查。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,特权思想极为严重,生活奢靡享乐,长期违规占用多套住房、办公用房和多辆公车,供个人及家庭享受。 长期安排多名公职、现役人员为个人及家人提供服务,频繁接受高档宴请和旅游安排。 在组织寒寻时,不如实说明问题,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,严重破坏政法队伍政治生态,贪婪腐化、大搞权钱交易,非法收受巨额财物。 傅政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组织纪律、连结纪律和生活纪律,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、训私枉法犯罪。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,不收敛、不收手、性质特别恶劣、情节特别严重,应与严肃处理。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,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,决定,给予傅政华开除党籍处分。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,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,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,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,所涉财物。